全球疫情严重 透过除疫消灾法会 也希望能够安定人心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严重 让全世界人类都陷入恐慌 为了安定人心 小米疫灾 台湾佛教总会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境会 屏东佛教会 相会联合起见护国习灾 全球除疫消灾祈福 超建五遮大法会 这次台湾佛教总会 还有中华佛教比丘尼协境会 及屏东县佛教会 三会合办 为全球疫情能够消灾祈福 这个重点是主要 这次全球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也有传说中 将在12月底会爆发第二次更严重的疫情 所以我们这三会大发慈悲心 来提早来做这样的 希望那种预言能够消灭于无形 更能够帮助这一年来这个疫情能够解除 然后阳上的人都能够免除灾难 那那些因为疫情受伤害的乃至于往生的都能够得到超度 在全球处义消灾祈福法会中 屏东佛教会理事长建英法师 禁邀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武豪法师主法 带领身熟示众齐心念诵地藏经 为全世界人类祈福消除疫灾 并超见新冠肺炎受灾亡灵往生净土 十方兴旺黄慧如肖瑞丰 屏东采访报道